台中市神岡區的社口活動中心 是疫苗快打戰 今天上午發生意外 等候區上方的吊膳 是突然鬆脫掉落 當場雜中兩位六十多歲的婦人 其中一個人有頭部傷勢 而且血壓比較高 經過醫護評估是暫停施打疫苗 而臺中市府表示 會全面檢修硬體設備 兩位婦人相關的醫療費用 將由公共意外險來支付 手拿著黃卡坐在椅子上 等待打疫苗 醫護人員趕緊過來 關心頭部傷勢 臺中市神岡社口活動中心的疫苗 快打戰 二十七號上午發生意外 等候區上方的吊膳突然掉落 當場雜中兩位六十多歲的婦人 讓附近民眾議論紛紛 事發後快打戰下午 施打疫苗的作業照常 墜落的吊膳已被工作人員移除 其餘吊膳都關閉 現場改開冷氣空調 鮮鋼區公所表示 活動中心吊膳已使用十年 二十七號上午因為天氣涼爽 只開吊膳維持快打戰 空氣流通 意外發生時 一位婦人遭吊膳葉片 集中頭部 後續因為血壓升高 醫護團隊建議暫停施打疫苗 另一位則是肩膀和腳部有輕微傷勢 順利完成接種 臺中市府表示 快打戰都是挑選場地 寬闊 有空調設備為主的場地 下午將會全面檢修 吊膳等硬體設備 至於受傷的兩位婦人 則婉拒送醫 僅配合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並表明後續會自行到診所就醫 公所強調 活動中心有投保公共意外險 兩位婦人相關醫療費用將由保險支付 將持續關心他們的傷勢 並擇其安排其中一位完成疫苗接種 記者 美鳳 龍濤 臺中報導 運營交易輸團 يرري斯度 錯誤 � fines 自由